年紀不足 下個月3號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就要正式開幕 為了響應台中花博 中華郵政特別利用台中盛產的百合、文心蘭、劍蘭、火賀和花博吉祥物作為題材 發行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紀念郵票 2018年10月31號上午 還在市政府一樓中央區舉辦郵票發行典禮 台中市長林佳龍也表示 希望透過這次的花博 讓全世界都看見台灣的軟實力 而中華郵政也表示 這次花博紀念郵票的數量 絕對可以滿足民眾的需求 那四種郵票是80萬枚 各80萬枚 那後面講我們這一次的吉祥物 石湖還有歐密碼 那是78萬枚 讓台中的花博成為所有台灣人的花博 把我們台灣的國力 尤其是我們的軟實力 可以呈現給全世界 那也因為花博美好的事情 不斷地發生 中華郵政表示 在這次的郵票發行典禮活動當中 民眾除了可以欣賞到歷年來的郵票之外 活動現場也設置了臨時郵局 讓民眾除了可以購買這次花博的紀念郵票 還可以蓋紀念抽張和體驗有趣的人體彩繪 而在活動當中還有西洋樂團演奏 太鼓表演跟帶有花博圖騰的 拉拉隊精彩表演 台中市長林佳龍表示 市府團隊花了2000多天 努力打造台中花博 就是希望讓全世界看到台灣的實力與用心 也希望11月3號花博開幕當天 民眾也能前來欣賞 屬於台灣特有的花藝之美 記者陳文旭、楊靖、台中報導